詹姆斯疯了 没有欧文 其实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想继续杀入总决赛 那就必须得靠自己躺过面前这关 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对面那个一年级的菜鸟 能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是的 2017-18赛季 是塔图姆NB生涯的第一年 其实他很幸运 老辣的安吉 成功在老一辈三局头的交易里压中了宝 17年的手轮签居然成了状元签 可费成一换 时隔一年又能选一位碳花秀 早在杜克大学时 绿军就瞄上了塔图姆 老K把塔图姆招到了杜克 但这孩子可没感受到一点优待的味道 用爸爸贾斯丁的话说 塔图姆没少挨骂 比赛输了 老K会骂他 甚至还会通知家长 让爸爸和妈妈也一起骂他 别说输球 哪怕只要在比赛或训练里 有一点不专心被发现 他就会被老K拖到更衣室 骂个狗血喷头 但老K没有恶意 他的本意是想杀杀这个天才的威风 因为他发现 只有在身处逆境时 塔图姆才会对比赛认真 换句话说 天赋会助长傲慢 只有骂得够狠 塔图姆才不会骄傲过了头 举个更实际的例子 在选修大会前夕 老K自己买了机票 跑到绿军管理层 推销爱图 在得知绿军也早已有意的情况下 才打道回府 可正是因为恩师的介绍 绿军才最终决定向下教育状元签 然后用探花选中塔图姆 但老天总要给太精明的人留点难处 凯尔特人也逃不过这个俗命 赛季节目战绿军对歧视 全美直播 原有二 欧文战旧主是其一 欣赏双探花是其二 但海沃德的恐怖骨折抢得戏 在其第一场就折损主力 作为同位置的塔图姆 肩膀更重了 厄运还没有完 他们的领袖欧文也伤了 季后赛直接打不了 绿军的整体实力不错 但核心主力是两个菜鸟 他们能行吗 事实证明他们谈真的可以 塔图姆爆发了 在季后赛 他拿到了史蒂文森的进攻主导权 然后一路带队杀向东爵 早早的等待着奋力突围的詹姆斯 结局自然是绿军输了 但塔图姆没输 在七场敖战里 他直接对位小皇帝 数据差一些 但临场表现并不差 那一颗冲天格扣 更是被媒体循环播放一个月 观众都说看不腻 可高开低走是好事吗 对于塔图姆来说 可不算好事 他非但没有享受到球星的待遇 反而陷入了泥潭 欧文居然把他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和球队真正的老大作队 能有什么好下场